我不善言辞 我的形象有局限 不大气 我其实是在否定当中 成长的一个演员 我演了十一年戏 前七年我一直在演配角 在这七年里 我演不了特别重要的角色 只能演丫鬟女儿孙女妹妹 但确实我也都演了 我只能默默地 在每个角色上下功夫 我可以用行动的力量 去战胜一切 我可以做给你看 用作品说话 这些年我从来没有 停下自己的脚步 一年365天 我大概在剧组 度过300天以上的时间 做着自己喜欢的事 所以我不会觉得累 不觉得辛苦 我想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我想实现自我的价值 我想拥有 丰富多彩的人生 我想让自己过得更好 我希望在这个时代 留下属于我的印记 现在不只是我 还有更多的年轻演员 我们都正在通过自己的努力 改变大家对于鲜肉和鲜花的定义 我们通过讲述 一个又一个或悲伤或喜悦的故事 去表达信仰的力量 梦想的价值 和这世界上最珍贵的情感 我不希望大家看到了电视剧里的女性角色 永远均以小情小爱 总是为了男人斗来斗去 依附男人 我希望他们能够拥有更丰富的思想 积极地去追求自己的信仰 这就表达了一些独立性的思想 男人如果有英雄梦 为什么女人就不行呢 人总要走出自己的舒适区 总要试着去突破 我觉得这样活着才有意义 做有意义的事情 虽败有荣 所以我希望 所有人挥洒的汗水 都放给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